说起杨贵妃各种史料 小说 电视剧 电影已经足繁布及被载 尤其身为中国四大美人的他 与唐玄宗的爱情故事 更是被后人传送 但唐玄宗晚年 只跟杨贵妃私混 使得国力一落千丈 后面更引发了安史之乱 回顾安禄山入宫的过程 真的可以算是隐隆入室 尤其杨贵妃后来发明的杜兜 竟然也跟安禄山入宫 安禄山有一段牵扯不开的关系 杜兜反映 安禄山是一个心机颇重的人 当年入宫后 竟然被唐玄宗与杨贵妃收为义子 但事实上 安禄山整整大了杨贵妃二十岁 他不仅功于心计 还趁势在朝廷要了一官半职 就在安禄山得到赏识后 安禄山却时常求见杨贵妃 因为安禄山希望前妈帮他洗澡 唐玄宗不在时 安禄山甚至时常出入 杨贵妃请宫 两人甚至可彻夜地喝酒聊天 直到天明 对于安禄山与杨贵妃有没有 什么歧视答案呼之欲出 当时在长安城的皇宫内 曾流传一段丑闻 那就是贵妃三日喜乐 所谓的喜三指的是 在婴儿出生的第三天进行的 沐浴仪式 意义是喜屋免难 奇祥突击 但安禄山却是一个整整大杨贵妃 二十岁的粗汉 貌美如花的前妈 竟然帮年纪大上许多的前儿子洗澡 这个画面总让人觉得有点啼笑皆非 根据唐石演义 指出 杨贵妃是杜多的发明者 其因是安禄山常跟杨贵妃 一起鬼混了一年多 但粗鲁的安禄山 却将杨贵妃的胸部抓伤 因此杨贵妃为了怕被唐玄宗发现 因此发明了一种无带内衣 用来遮掩被抓伤的胸部 后面便以肚兜命名 但安禄山抓伤杨贵妃胸部的情节 也被称为禄山之爪 用来形容 透过肮脏手段来取得不正当利益的 安禄山 安禄山出生于西域 父亲早逝 自幼随母亲 四处流离 安禄山在流离期间 由于缺吃少穿 又缺少管教 经常干些小偷小摸的事情 开元二十年 七百三十二 安禄山偷羊 被幽州节度使张首归抓住 正要被乱棍打死时 安禄山高声喊道 您难道不想多杀死两个藩族吗 为什么要打死我呀 这一临微不惧的高喊 让安禄山捡回一条命 张首归欣赏安禄山的胆识 又见他确实身形魁梧 适合打仗 就放过了他 从此以后 安禄山就在张首归身边 做了一个小头目 这个来自突厥的小混混 就此步入了他的职业生涯 一个岌岌无名的混混 要成为天子的宠臣 必然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长期在社会中摸爬滚打 安禄山具有 出众的眼见和拍马屁的能力 跟在张首归的身边 细心的安禄山很快发现 张首归对他不太满意 细细一琢磨 看出张首归 是嫌弃他太胖了 于是安禄山赶紧开始减肥 同时也完命效力 很快他再次赢得了张首归的信任 此后安禄山一步步升迁 最后做到了幽州节度赴使 即使作为地方官 安禄山也在朝中 具有不少势力 原因是 每次一有朝中官员到他的地盘 他一定会先打探清楚其嗜好 然后多加讨好 大肆贿赂 有了许多在朝中 替自己美颜的兄弟们 安禄山在唐玄宗那里 有了一定名望 不久后安禄山随即升节度使 同时兼任数职 第二年荣英跳级大将军 第三年成为玄宗手中 第一位封疆大吏 除了兄弟之外 安禄山还有很多点 亲爹是一位早逝的胡人 义父是幽州节度使张首归 干爹是大唐皇帝 唐玄宗 要讨好玄宗 这位终极上司 自然也要讨好杨贵妃 任玄宗为干爹的时候 安禄山四十四岁 而杨玉桓只有二十八岁 安禄山还请杨玉桓 为自己行洗三之礼 集堂时一种母亲 要为新生洗去污垢的沐浴礼节 有趣的是 杨玉桓顿生同趣 命侍卫将安禄山 用锦绣包成大婴儿 放入轿子中 抬着他在皇宫内四处玩耍 还一边喊落落 安禄山也十分配合 倒是前来观看的唐玄宗 哭笑不得 也因为这些事情 唐玄宗一直认为 安禄山是个憨厚老实的人 甚至到最后 也侥幸地认为 安禄山不会造反 天宝十四载 安禄山 史思明悍然发动安史之乱 点燃了唐朝 长达八年的战火 圣唐的安定 就此裂开一大裂缝 安禄山 从来都不是一个 憨厚老实的胖子 他是一位韬光养晦的野心家 是一位精通多国语言的外交家 是一位善于用兵的军事家 是一位善于收拢人心的社交家 正是这样 他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时候 抓住了机会 九死一生成为了一方豪强 他在步步杀鸡的拳斗中 卖力献媚 成了唐玄宗最信任的宠臣 他在唐朝最繁盛的时候 点燃了战火 为一个盛世 走出终曲 而这位萧雄 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呢 实在他晚年 胖到三百多斤 浑身溃烂 双目失明 惨遭自己的亲儿子社稷 被自己最信任的侍从杀死 其子终日沉醉声色 昏庸不堪 最后被史思明杀死 史思明的最终结局 也是好不到哪里去 也被他的儿子杀死 这样的结局 多少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而长生殿上的两位 一位花店伟的 死于马维坡 一位颠沛流离 四处逃命 落得个儿子夺位 宦官欺凌 最终郁郁而终 不管安禄山曾是宠臣 是一方枭雄 是一个政权的开拓者 个人命运 在历史的车轮 和朝代的更迭面前 是那样不值一提 大人物的纵横百合之外 安史之乱的战火 辽过之处 哀鸿遍野 白水目东流 青山游枯生 夜久与生绝 如文气优越 唐朝终究是应了那句话 心 百姓苦 王 百姓苦 杜兜 杜兜一般是用 一整块布 或者绸缎做的 没有袖子 及后幅 有方形 三角形 菱形的样式 遮盖体前 从胸骨到小腹的部位 四边有袋子 上端的两根袋子套 在紧后 左右端的袋子 属于腰后 一些杜兜 加以精美装饰 上面会绣上 各种花鸟图案 有说是遮盖胸腹部 杜兜有保护腹部 防止着量生病的作用 中医中有时 把药物加在杜兜材料内 供年老体弱 或腰腹部有病者贴身穿用 视为一种药物保健方法 现代时装的 过紧无袖上衣 其样式类似杜兜 杜兜出现 不会持于汉代 当时无钩肩者 称为豹腹 有钩肩眼心者 称为心医 魏晋南北朝 称为蝉贤 宋代称为袜胸 明代之后 妇女已普遍 有使用杜兜的习惯 当时叫兜子 俗称莫胸 是用胶料两块 鞋材 上肩下平而成 清代的抹胸 有两种款式 一种是短小贴身的 负于胸腹之间 俗称肚兜 另一种 是属于腰腹之间的 称为抹胸肚 小孩子的话 则是男女皆会穿 徐科 清拜类钞 服饰类 记载 抹胸 胸间小一眼 一名抹腹 又名抹肚 以方尺之布为之 紧束前胸 以防风寒内清者 俗称兜兜 男女皆有之 清代内衣称肚兜 一般做成菱形 上有袋 穿石套在井间 腰部另有两条袋子 梳在背后 下面呈到三角形 遮过肚脐 达到小腹 材质已眠 丝绸居多 技术用的袋子 并不局限于绳 富贵之家 多用金链 中等之家 多用银链 铛链 小家碧玉 则用红色丝绢 杜兜上有 各类精美的刺绣 红色为 杜兜常见的颜色 由此可见 兜兜到了清朝 不光是防风清体 更兼有药疗 及香囊的功用 杜兜有保护身体 表现身材的作用 杜兜是私密的 因此多不外露 杜兜在一定程度上 含蓄表达男女之情 在明末 有将春宫图用作 杜兜的图案 到清代盛行开来 尤其是新婚夫妇 杜兜会用心爱动作来装饰 新婚之夜 作为夫妻洞房的示范 杜兜上除了图案外 还会绣有文字 比如如松之针 手伸如玉等 这是提醒女子 要遵守礼教真的 杜兜装饰采取缝 绣 剪裁 造型及色彩构成等技术手段 以刺绣为主 展现了古代女性 手工艺的精巧 题材的选择 以姻缘和互生为主 体现了女性理解 社会生活和想象 自然美的深度和广度 形成了民间艺术的特殊领域 妇女自用的杜兜 一般以纯色 多为红色 布料略加花边装饰而已 为丈夫绣的杜兜 多取戏曲和神话传说中的 断桥 雀桥等爱情故事 为儿子绣的杜兜 则取虎吃五毒 莲 莲 生贵子等互生 繁衍主题 杜兜折射出 古代妇女一生的理想寄托 由此赋予了杜兜创造力和表现力 形成了杜兜自身的审美评价 值得深入研究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